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個 4-3的補充 碰撞的補充 了解這個概念的話 在一些題目上會很容易 作答 這個概念叫做內動能 內動能的概念和公式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個 影片的片段 這個影片是 截取網路上的 MIT Physics Demo 它的物理演示 影片這是一個 空氣滑軌Airtrack 它可以讓 它上面的滑車幾乎沒有摩擦力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左邊 有滑車 那兩台滑車上有 掛彈簧 那執心有被標示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運動 它把滑車 把空氣滑軌打開 然後 這個 這兩個滑車就在 彈簧的推擠之下 一直往前移動 那雖然說一前一後一前一後 但是它的直心 其實是 等速度運動 它使用紫外光去照亮 它的直心 因為直心有螢光劑 Center of Mass 就是直心位置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即使兩個滑車有一前一後 但是它的直心 基本上是等速度的前進 好 那這符合我們之前學過的 當合力為0的時候 直心做等速度運動 好 先看到這裡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呢 想要 表達的是呢 它這個兩個滑車 在一邊前進 一邊前後伸縮的同時呢 它的總動能 要怎麼表示 其實它的總動能 可以表示為 直心的動能 然後再加上 他們彼此之間伸縮的 部分的這個動能 也就是內動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解釋更清楚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影片 其實是從地面坐標 來觀察它的運動 也可以稱為實驗室坐標 那一號和二號 彼此都有速度 V1 V2 那他們 可以算出一個直心速度 是一號二號系統的 直心速度 那這時候呢 一號二號的總動能呢 就可以表達為 這兩項 二分之一 N1 V1 二分之一 N1 V1平方 二分之一 N2 V2平方 那如果說呢 我們今天是跟著直心坐標 做觀察 跟著直心坐標做觀察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觀察者 讓觀察者向右移動 觀察者向右以VC直心速度 向右移動 那觀察者觀察到的直心速度 就是零 因為我們跟著直心一起 往右移動 那V1 在直心坐標看起來 它的速度會變成V1-VC 那V2 在直心坐標看起來 它的速度會變成V2-VC 那這時候 從直心坐標 來看這兩個物體的總動能 就會是這兩項 二分之一 N1 V1-VC 括號平方 加二分之一 N2 V2-VC 括號平方 那V1-VC 可以寫成V1C V2-VC 可以寫成V2C 好 那在更進一步之前 我們先把這個 內動能最後的公式表達出來 其實所謂的內動能就是 自直心觀察的總動能 這個圈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內動能 那我們先做一下運算 把這個 這個自直心觀察的總動能 把它表達成 內動能的公式 從右邊這邊接續下來 接續下來 我們把 N1 V1-C 提出來 為什麼可以把N1 V1-C 提出來 是因為 其實N1 V1-C 跟N2 V2-C 跟N2 V2-C 差一個負號 這可以從直心的公式看出來 直心的公式是長這樣 直心速度的公式長這樣 然後我們把它 乘開 左邊 右邊分母乘到左邊 得到下面這個兩個式子 然後再移項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 N1 然後V1-VC 就會等於N2 然後VC-V2 所以也就是 N1 V1-C 跟N2 V2-C 就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我們可以把 N2 V2-C 寫成負的 N1 V1-C 所以就會變成得到 下面這個式子 下面這個式子 就是把 N2 V2-C 寫成負的 N1 V1-C 然後再提出 那提出之後 前面這一項呢 會剩下一個 V1-C 因為它原本是平方 那後面呢 V2-C 提出一項之後 也會剩下一個 V2-C 所以會變這樣子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再把 V1-C 寫回成 V1-VC V1就是1號的速度 VC是直心速度 然後這時候 再經過一些運算呢 VC 直心速度把公式寫出來 然後呢 通分 分母乘上 V1得到了 N1 V1 加N2 V2 然後 減掉 N1 V1 減掉 那我們就發現 N1 V1會消掉 N1 V1會消掉 然後 N2可以提出 N2可以提出 提出完之後 剩下 V1和V2 所以最後呢 我們會得到 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同學如果覺得太快 可以自己暫停 自己親自算算看 所以這個公式呢 就是 內動能公式 也就是從 直心坐標 觀察到的 系統動能 那這一項呢 其實就會代表 剛剛我們影片中看到的 它振動的過程的 從直心看的 從直心坐標觀察到的 兩個物體 它的動能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它的 彈性位能 彈性位能和動能 互相轉換的部分 因為呢 待會我們會提到 待會我們會提到說 直心速度不變 所以 系統的直心動能不變 那系統直心動能不變 那 那彈簧的位能 就來自於內動能 這樣講或許有點模糊 我們要先 再 繼續證明一件事情 同學才會比較清楚 證明這件事情就是 從原來坐標 或是說地面坐標 或是說實驗室坐標 所觀察到的總動能呢 它其實 可以跟這個 直心坐標 所觀察到的總動能 相差一個 直心動能 總之呢 我們來做做看 把上面這個式子 從原坐標觀察到的總動能 拿來做一下 調整 就是我們把V1 寫成 VC加V1C 這應該沒有問題 這兩個都向量 那這個就是 直心速度向量 然後再加上 1號相對直心的速度 這兩個加起來 就可以回到V1 這應該沒有問題 這是相對運動的概念 然後同樣的V2呢 我們把它改寫為 直心速度 然後再加上 V2相對直心的速度 好 那其實左邊 右邊這邊也是有提示 就是 V1C 就是 V1號 相對直心的速度 也就是V1-VC 那經過把VC 移向到左邊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 V1其實就是 VC加V1C 所以我們才可以說 把V1改寫成 VC加V1C V2 改寫成 VC加V2C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展開 把這個 A加B 平方 得到 A平方 加2AB 加B平方 後面這一項也是 A平方加2AB 加B平方 那我們有把N2再乘進來 把N2再乘進來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把 有VC的這兩項提出 它前面是有N1N2 所以把N1N2提出之後 我們會得到1分之1 總值量 乘上直心速度 這一項我們稱為 直心動能 直心動能 K 好然後呢 好 剛剛呢 這兩項已經處理完 接下來中間的 這裡其實有把1分之1乘進去 所以 2分之1乘進去 把這個2消掉了 那所以這一項只剩下 N1V1C 再乘上VC 也就是下面這一項 然後面這一項 也是2已經不見了 只剩下 N2V2C 然後VC 好 那這裡又會出現 N1V1C 跟N2V2C 那這兩個呢 剛剛有稍微提到 就是它差一個負號 所以 剛好這裡是正 然後這兩項差一個負號 後面又是同樣的VC 所以這兩項其實會消掉 這兩項消掉 那剩下 最後的 N2VC 平方 不對 這剛剛 這個剛剛已經處理過 剩下的是 N1V1C平方 跟N2V2C平方 這兩個加起來 再乘上1分之1 那這一項不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 直行坐標所觀察到的總動能嗎 所以這裡我們就找到了 原坐標觀察到的總動能 跟直行坐標觀察到的總動能之間的關係 它就是會多了這一項 原坐標所觀察到的總動能 跟直行坐標所觀察到的總動能 插了前面這一項 也就是插了一個直行動能 後面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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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直行坐標看的總動能 然後這個等號的左邊 等號的左邊呢 一開始就是 從地面坐標或原坐標觀察到的總動能 所以這有什麼意義 這意義就是說 當系統合力為0的時候 其實直行速度是不動的 不變的 直行速度是等速運動的 如果今天它是合力為0 系統合力為0的話 也就是說 前面這一項不變 那前面那一項不變的話 那這個彈簧的伸縮的彈性未能 就會來自哪裡 就會來自後面這一項 所以就可以直接去分析說 這個系統 這個影片中這個彈簧 它的伸縮的這個未能和轉動能的部分呢 其實就可以直接用後面這一項來代表 所以後面這一項跟彈力未能之間就是可以互相轉換 然後跟前面這一項就沒有關係 它的用途 我們來看兩個範例 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常見的 子彈射近木塊 然後求損失的力學能 Δ1絕對值 那其實子彈射近木塊 這整個系統合力為0 外力 合外力為0 以子彈和木塊為系統的話 外力合為0 所以直行速度不變 那直行速度不變的話 那直行動能不變 那直行動能不變的話 那它損失的力學能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算的內動能 剛剛就是從直行觀察到的總動能 這一個部分 才會換成熱能 所以就很簡單 就直接代公式 就可以把所損失的力學能求出來了 那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在光滑水平面上 一個小M要衝向大M這個斜坡 那小M衝上去的時候 它會推擠大M 大M就會向右移動 那請問小M可以上升的最大高度是多少 那跟剛剛一樣 如果以整個小M和斜坡大M為系統的話 那整個系統的核外力為0 應該說水平方向的核外力為0 水平方向的核外力為0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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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方向的直行速度就不變 水平方向的直行速度不變 直行動能也不變 直行動能不變的話 那它產生哪些能量會換成重力位能 那就是後面這一項才會換成重力位能 因為前面這一項是不變的 在前面這一項就是總動能 從地面坐標或是實驗室坐標 觀察到總動能 它就可以看成是直行動能 然後再加上內動能 對 那我們這裡其實是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 那所以它水平方向動能減少 換成了重力位能 那水平方向動能的減少 就不是來自於直行動能的減少 因為直行速度不變 而是來自於內動能的 減少 所以內動能這個算出來之後 其實就可以 換成重力位能 那換成重力位能的話 就可以把最大高度求出來了 所以 這就是內動能的概念 提好用的地方 提好用的地方 就是 因為直行速度不變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只考慮內動能的部分 直行速度不變 所以直行動能不變 那直行動能不變的話 它如果有損失力學能 把力學能換成熱 或把力學能換成重力位能 或把力學能換成別的能量 一定就是來自於 後面這一項 直行動能 不是直行動能 後面這一項 在直行坐標觀察到的總動能 也可以成為內動能 抱歉剛剛說成直行動能不對 直行動能是 前面這一項 前面這一項才是直行動能 好 謝謝各位同學